广陵之战以卫军的胜利告终 但是由于军队损伤惨重 曹丕决定撤退至洛阳 返回洛阳后 曹人迎来了短暂的休息时间 名将曹人曾在樊城之战等无数战役中 立下汉马功劳 在曹丕在位时就任大将军 守卫国极具代表性武将 如今他的名号 已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是这样啊 欢迎光临 拿酒来 再上一些下酒菜 好 请稍等一下 来了 久等了 多谢 您莫非是曹人大人 正是 您好久没来殿里了呀 曹尉的大将军居然会微服出巡 殿主 拜托了 请不要继续宣扬了 是 毕竟 立场不同了 不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对于曹人大人年轻时的顽恋往事 老板我也会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的 离ť类 İns vê 时 优逐 不是 穆 是 像 RT 真 她